老公的背叛该怎么办 今天这条视频 我要给你们一个特别干货使用的步骤 无论你要不要离婚 都照着我说的做 一步别落得做 想离婚的才能保财 不想离婚的才能挽救 拿小本门借好了 首先第一别憋着 遭遇背叛你的愤怒一定是大于委屈的 心痛一定是大于震惊的 所以你的情绪是憋不住的 也不要憋着 但是你的愤怒和心痛会让你特别想报复他们 我跟你说 千万不要 你找谁哭谁发泄都行 但一定一定不要找你的老公和三姐 不然后面你会非常被动 第二呢 收集证据 哭完闹完 咱们的情绪会平静一些 那就需要去收集证据了 无论你离不离证据在手 你都有主动权 像让我说的收集证据 比如照片视频聊天记录等等 不是让你去问你老公要 你们到底干嘛了 这些事情我得看一看 这些事情不要做 你追问这些事情对你自己没有好处 只会对你进行二次伤害 第三啊 想好自己要什么 你要离婚还是想让他回归 不要光想 写下来 你要离婚是不是非得离 离婚后你要怎么过 你要让他回归 他做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他是回归了 一条一条写下来 把自己的思路梳理清楚 把自己真正的需要挖出来 第四步摊牌 前面啊 咱们已经想好你要干啥了 拿着证据去摊牌 不要上来就说 你要离婚还是要啥的 你就给他展示证据 让他说他想怎么样 这一步一定要注意 他这个时候无论说什么 你都跟他说 我想想再说 比如他想离婚 但前面你想好了不离婚 那你就别答应他 守住第三步你自己的需求 到了第五 根据他的态度和表现 去制定你下一步的计划 比如他想离婚 但是你是想要让他回归的 而且你理性分析过后发现 他其实就是嘴上说一说 那你就需要和他重建 你们俩的关系了 这一步是需要根据 当时你们的情况 进行具体分析和制定策略的 但是先把前四步做好 第五步问题就不大了 这题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注意有原则 不跪舔 目标要明确 做事要果断 清楚这些原则 去执行就好了 因为 nosotros一定要过来往前四步 但是 整理Knass 凉 对